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RX9这套音频修复软件 我们的这套课程已经进入尾声了 这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相似音频查找器 这个效果器的应用场景 主要是在一段音频当中发现某一个问题 它是重复出现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插件 把这些统一的问题找出来 然后一键处理 就不需要你一个一个的手动去找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处理了 这个插件的话就会大大提升我们处理音频的 或者是修复音频的一些效率 这边我录的一段音频采样 我就模拟一下一个问题 假设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噪音 我们先听一下 如果你用平常的那些方式 比如说我选中这个 然后删除 但是这样子效率就非常低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少 比如说你这段音频是个30分钟的 你每个大概每隔个五秒六秒就会出现一个某一个相似类型的一种噪音 反正你不需要的那种声音 那么你怎么办 一个个去弄吗 非常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效果器叫做发音similar 我们点开这个 然后我们找到类似你要处理的这个音频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点击发音 他就把这个全部找到了 上面这个similar就是相似度 如果你打到一 那就是要和这个音频一模一样 那几乎很少 对吧 我们就打到0.5 0.4都可以 他这样子就和这个差不多相似的他都能找到 找到完以后 我们把这些问题已经找到了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我们用上期的衰减 对吧 我们衰减到0db 然后render 把这些音频就衰减了 就没有了 对吧 等于相当于统一去删除了 这个插件就是这个作用 对吧 或者你发现某一些字 你发音的时候容易喷麦 特别是 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它找到 在这段音频当中把类似于这样子的声音全部找到 然后再统一的去用我们上面介绍的降低喷麦 去耻音或者降噪等等的这些插件去配合他去使用 就把它去削减了 这个发音similar就是这个作用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